您还有什么爱好啊 唱唱歌 一些运动什么的 我都是比较我喜欢的 唱歌行 我其实唱歌是挺好的 但是它好啊 它不是唱啊 天天在家好 哎呀妈 我这心上吐吐 您这很夸张啊 您给我们 不是夸张 不是夸张 唱两句家里练的成果 在我们这舞台上展示一下 因为我是退休以后嘛 刚刚开始学 您唱什么歌 我想也是为了唱给她听嘛 所以她唱的水平不好 也是为了她 您唱的是什么歌 要唱给她听呢 什么都好啊 不是 您就唱一首吧 那我就唱几句嘛 好 夜色悄悄地 见我在草原 阿玛地在茶 涌起我心天 在家不是这样啊 在家是豪 我这个心上像过山车 它一豪我这一上次就上来了 他要唱的是舒缓的 我能说豪吗 我在家里唱嘛 他说我影响他了 他的心脏又不好了 为了不影响他 那个门缝 我用胶带把它封起来 阳台窗户都关起来 自己一个人憋到屋子里边唱 那封钱还不行吗 你说他上卫生机也豪 上厨房也豪 我就说我说的你别豪了 我受不了啊 求求你了 你猜咋的 有一天中午 这豪的 人家来敲门了 楼下老头说的 哎呀你说天天这么唱 我这午休我都没法睡了 你可别唱了 我一听 我站脸了吧 我说看看吧看看吧 这不是我的事吧 扰民了 影响邻居了 后来他就这么反对我嘛 不让我唱嘛 我说那好了 你不要我在家唱 那好我出去唱去 我就行是嘛 我出去唱 他总归会 哎呀挽留我嘛 那你不信你个家嘛 小点声 或者你在家里唱嘛 结果我出去唱了 不搭理你 他又不搭理我了 也不打个电话问问 在外面你能玩到几点回来啊 你别饿着 别吃点饭呢 从来也不关心我 所以说我们的关系 现在就搞得很紧张 他是说 那你不要我唱吗 我出去唱 我说好好好 你快出去唱吧 我心里心在意 你出去我静一静 他就出去了 出去唱 你猜怎么了 不回来了 唱完了 又去吃饭 那晚上就回来很晚呢 回来很晚 我又不高兴了 我因为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事 我在家里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关心我 出去也不问我 那大家一起唱 唱到晚去了 那就吃个饭嘛 但是呢 他回来又说 我不关心 我连那个电话都不给你打 我喜欢你出去唱 我省省心 我还给你打电话 我说那你唱到三更半夜回来 我抱抱你 我给你端杯水 他说那是啊 就应该这样了 起码回来你再问问我嘛 你吃饭了没有 对 您是对这个情感的 这个饱和度要求比较高的 对吧 多腰啊 哎呀 多呀 我 没怎么多呀 人家 我这没法说 就说5月20号 在外头疯疯疯疯回来了 我老婆老婆 走走走 我这里你过节 我这一愣我说过啥姐今天 520吗 我说520那不是小青年过的姐吗 走走走 领你那个潇洒去 我一想是别泼她冷水啊 去吧 我就跟着她去了 你猜怎么这一路 拍视频 给我拍照 那个往朋友圈发 我这心里我又不爽了 那就是跟她走吧 走到 不是 您为什么不爽啊 又拍视频了 这不又是嘚双吗 对 结果我就直到商场了 我心里还挺气息 给我买礼物去了这是 到商场你猜怎么着 我看这这么多人 告诉我了 今天有个活动 我领你来 交啥一把 那天赶巧了 他们告诉我 说是今天这个商场里头 520有那个送礼物的活动 就这样我们就去了 结果去呢 他有一个 拥吻520秒 送一枚戒指 我说那我们两个就参加这个 我就给他个惊喜嘛 520 拥吻520 虽然我们年龄 520秒 你听到这520秒 拥吻呢 当时他跟我说 咱俩参加 我当时我就懵了 我说我不丢人现眼 我上去耍猴去吧 不是 他不问您 他问谁去啊 我管不了啊 他把我一个人晒到那里 他扭头他就走了 回家了 我说了 我说你愿意问 你问我回家 我就走了 我不喜欢跟那些孩子们在一起 孩子们喊抱一抱抱抱一抱 我上去耍猴 丢人现眼 我走了 我就回家了 我的一片好心 一碰冷水给我泪没了 他走了之后 我一个人跟谁演唱 后来没办法 站了一会儿 我也就回来了 我回去我就消停了 我也不管他住去吧 他回来了 回来静止上卧室了 上卧室我看我的电视 我也不知道啥时候 我就睡着了 一起来一看 哎呀妈呀 这一整晚 我怎么在沙发睡啊 我挺不可思议 我就问他 我说说你咋不叫我呢 我说我哪里冻一碗啊 你这是想跟我分居吗 你自己躲在那个客厅里面 你不进屋 我平时不叫你去啊 你这想跟我分居睡吗 我怎么能说跟你分居呢 我是回来 我消停了 我上个电视 我啥时候说跟你分居啊 你心里还气着呢吧 闲人那会儿 没跟你用文520吧 本来我一片好心嘛 你结果喝了 我一盆冷水 我估讣了 你的 你 niin pequeño